在意大利切角鑽石那一刻 最光明的 挺專業的 其實我覺得每一刻都應該值得 記錄下來的 最近有網民在網上就說 很想念你和胡先生那個CP 那時候寵物情願的CP 哇 大家拿出來說很想念 有的有的 大家重複再看一些舊劇先 遲些遊戲上就會有 那遊戲會上 雖然未知是何時 哈哈哈哈 但觀眾會再見到這對CP是有的 會的會的會的 你自己有沒有都很期待 這麼多年之後的感覺 一向都OK的 久不久都會見一下他的 合作了這麼多年 但有時在觀眾的角度 我不知道會不會又會想看一些不同的東西 有時我們做演員都希望 和一些不同的演員去合作 希望有一些新的方法 當然和他就駕輕就熟 大家已經合作了 你不需要擔心任何東西 還有大家網民都很想知道 其實你平時的生活是怎樣可以保養得這麼好 因為大家最近就說 你的樣子好像20年都沒什麼變成 多謝 哈哈哈哈 所以大家的女士們很想關注一下 究竟是怎樣保持得這麼好 其實很多事情要做的 除了睡覺吃飯之外 每個星期每個星期要做一次 早上自己要擱臉 然後還有看中醫 調理、針灸 針灸都是條理的一部分 也有做一些機器去調理整個身體 現在每個星期都在做的 真的沒有大家想像中一樣 是啊 其實我每個星期不會很大 因為每個星期 其實一至五就是 是的 要照顧自己的寵物 他們都給我一些開心 我覺得開心很重要 因為你們的皮膚都會反映出來 是的 那你自己最近在忙嗎 忙嗎? 之前剛剛忙完做姐姐 因為我姐姐放假 三個星期回到菲律賓 我就全職照顧我的貓、狗和魚 那我就成功地把我整缸魚謀殺 死了 死了? 多少條? 那裡都有十幾條 因為 其實主要是因為我買了一些新的魚回來 應該是那些魚又生病 哦 是的 我沒有做好隔離 是的 那我又學到深深的一課 是的 但是 每天要這樣走 就是walk 都要很大精力 那我姐姐幫忙 所以我沒有肥 哈哈 這是一個挺好的減肥方法 就是遮遮房間 會不會覺得做工人真的不容易做 其實真的很多事情做 是很多事情做 我都不計 你不要計算洗衣拖地 只是照顧寵物 我都覺得很累 所以那三個禮拜是 辛苦過開工 辛苦過開工 體驗了這麼辛苦之後 會不會加薪金給我 之前我也很久之前我也知道 哈哈 自己加了 因為他們一直都加了 有加的 因為我覺得是 這樣才有一個推動力 是的 現在工作上有沒有一些房子 除了生活上 工作上 在生活上那件事完了之後 現在也是活動 廣告 這樣 比較舒適一點的工作 是的 是不是多了很多 和貓狗的相處 所以 多了很多 我的狗黏了我很多 是的 之前 都黏的 不過沒有那麼黏 但是這三個禮拜 可能她知道 姐姐不在 她都要看我的臉色 哈哈 所以她一定要肚子餓 那會不會買一些魚回來 我之前拍廣告 救了兩條魚 是的 因為那兩條魚都應該 沒有人管的了 所以救了回家 有一條都捱不到 第二天就離開了 現在只有一條 它之前 爛掉了 所有東西都生了白點 那我就去 第一次 去請求那些 賣魚那些 問她應該怎麼做 他們教了我 每一天幫牠換水 每一天下藥 很勤奮 兩個多星期就開始好發瘋 由ICU回到本宮病房 是的 所以雖然我殺了一缸 但是我也救了兩條 但是你有沒有之後想養多些的寵物 救一些類型的寵物回來 因為現在家裡好像越來越多 其實沒有兩條 我已經是頂點了 因為前兩天都有朋友 再發訊息 撿到兩隻狗 是的 問我可不可以 那你現在總共有 沒有 在牠 我會嘗試幫牠們找家 那我就收不到 因為你家裡好像動物園 是的 我會留下一個 去給一些很嚴重的 Emergency case 那兩隻 我覺得牠還是牠 牠應該會找到家 不是Emergency case 可能一些比較大年紀 可能沒有人要的 就會收了 這個搞不掉 這個不是沒有想過的 但是我覺得是責任 是因為長期一個 我工作也沒有時間去打理 我深信這件事要花很多時間 精力去做 不是說你拿錢出來就算了 因為你請人也是一個問題 你自己做不到 那你請人也要管理人 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我盡量我能力去幫 就不一定要去到自己去搞一個狗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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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